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天冷了 我就让他听见衣服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吧 特别是和喜欢的人聊天时 如果说出去的话有被认真聆听 分享出去的事情也被认真回应 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和满足 从聊天当中不仅能够传达你对对方的心声 更能透露出对方对你的态度和感情 尤其是能这样陪你聊天的人 他一定很爱你 电影《其实他没那么喜欢你》当中 有这样的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被动的男人压根儿不存在 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 再木讷的男人都会主动 主动才是表达喜欢最直接的方式 电视剧《你是我的城池迎雷》里 邢克勒意识到自己对米卡的喜欢之后 就想方设法要靠近他 不管他在部队多忙 一忙完就掏出手机给米卡发微信 晚上回到宿舍也要避开队友 悄悄地给米卡发视频 每天的早安晚安他都主动问候他 为了给米卡惊喜 他还偷偷地跑到医院接他下班 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需要费很大的功夫才能学会 但爱情有时候是无师也能自通的 就比如说聊天 当你心心念念一个人的时候 你潜意识里就忍不住想找他 想跟他说话 想知道他在干嘛 和谁在一起 有没有想你 想告诉他你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 哪怕只是早午餐吃了什么 和喜欢的人聊天 说废话也别有一番滋味 所以那个经常找你说话 有时候没事都会联系你 关心你的人 一定很在意你 有人说如果跟喜欢的人聊天 我长篇大论 他却只有嗯 哦 那就算我再喜欢他 也不想再继续聊下去了 因为他的不在意和敷衍 总让我觉得既卑微又尴尬 但如果相反 无论你说什么 他都会认真地回复你 即使你只有一个嗯 也能把话题接下去 那么他一定很喜欢你 之前和朋友一起排队买奶茶 他因为选择困难症 不知道自己想喝哪种口味的奶茶 而把奶茶店所有的口味 都拍给男朋友看 他每发一种 男朋友就会帮他分析 看糖分是多少 冰量是多少 评价怎么样等等 他们讨论了足足一个小时 才最终决定要一杯奥利奥奶盖 我当时呢不禁好奇 问朋友 你们平时都这样吗 他不会觉得很烦吗 朋友甜甜地说 他对我呀超级有耐心的 每次不管我有多啰嗦 他都不会嫌烦 我说什么他都会认真思考 再回应我 真心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吧 时事以他为中心 时时把他放在心上 顾及他的感受 照顾他的心情 有时候把他的事情 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要 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也愿意听他叙叙叨叨 不仅是玫瑰和碗霞才浪漫 愿意听你碎碎念的人 也很浪漫 爱你的人也许不一定会永远在对话当中做收尾 但一直做收尾的那个人 一定很在意你的感受 他懂得换位思考 愿意成为为你托底的人 不只是在聊天的时候 在生活当中也一样 他乐意默默守护在你身后 不管你走多远 回头就能看见他 可可和我说 男朋友做过最让他感动的一件事 是有一次他晚上下班回家 路过一段特别黑 没有路灯的小巷时 男朋友给他打了电话 他让他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一路陪他说话 安慰他别害怕 直到他回到家 他的电话还没挂断 问他为什么电话打得那么及时 他说 从你下班走出公司 我就一直在看时间 估摸着你应该走到哪了 所以就打了 可可点开微信才发现 聊天时他说完要下班 就没再回复了 但是在他的绿色对话框后 男朋友还回复了四五句 都是叮嘱他注意安全的话 聊天当中他怎么结尾 也会在日常当中怎么爱你 因为他跟你说话的语气 语调和速度 都一定程度上折射出 他对你这个人本身的态度 愿意做最后结尾 结束聊天的人 也会愿意为你的余生托底 担负起你的终身托付 一个人爱不爱你 从聊天当中就能看出来 爱你的人会主动找你 找话题和你说话 会耐心回复你的消息 不忽视 不敷衍你 聊天到最后 他也会等你先走开 再结束对话 如果遇到这样跟你聊天的人 要好好珍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文月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文章 记得分享到朋友圈 或者是在文章底部 留言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